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參數的玩具篇 那這裡是什麼意思呢? 今天教導各位畫這個玩具的工具呢 它這裡所做的是真實的羅文 所以未來這個物件呢 會使用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驗證的 那這裡呢,我們使用參數的意思呢 就是運用了數學關係式連結了這個零件 那這裡呢,我們只要建立完一次之後呢 它就能當範本 未來我們如果要更改成別種尺寸的玩具 現在呢,假設是M6 那我們要更改成其他尺寸的話呢 我們把數學關係式打開 然後更改裡面的參數 尺寸以及羅具 它就可以直接自動幫我們做出外型出來 是相當方便的 那這裡呢,會有一個前提 我們在學習玩具的參數畫法之前呢 我們要先學會參數的羅文篇 那這裡有興趣的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裡都會有詳細的解說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做的是數學關係式的建立 那這裡呢,我們有兩個方式可以進入 第一個我們直接按快捷鍵就可以進入數學關係式 那還有一個呢,我們從上方列的工具 裡面呢,有一個數學關係式 我們點進去就可以進入了 那這裡呢,一開始我們要設定的是整體變數 這裡總共有五個數值需要去設定的 那第一個呢,是直徑 那直徑這裡呢,你就看你的羅文呢,是多大的 那這裡呢,預設呢,是M5的 然後P呢,是羅具是0.8 D1呢,是牙的尺寸,牙底尺寸 那這裡呢,就設定給它 那這裡呢,你如果看不清楚的呢 我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說明 我會放在下面 或者是呢,你到參數的羅文篇 那邊都有一些解說 這兩種,你都可以去觀看這個數學式怎麼去設定它 或者是說你要上網搜尋,也都有的 那再來呢,是這個高度 那高度的話,這裡也是一樣 設定一個指進去 以及說,我們的羅文的長度 也把它設定進去 那這裡都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等一下後面的一些建立 那這裡呢,我們就先做到這囉 那建立完數學式之後呢 我們要做的第一步呢,是羅文的地方 那這裡呢,做法跟參數羅文篇是一樣的 那這裡呢,我會講的比較快一點 那你如果不太熟悉的呢 你可以到參數的羅文篇 那你都會有詳細的解說 要怎麼把它畫出來 好,所以首先呢,我們先畫出了 這個長度 那這裡呢,我們所設定的第一個 這個地方呢,是我們給它一個 這裡呢,就是給它一個D 那D就是我們剛剛所設定好的 那這裡呢,有一個長度 長度呢,就是我們剛剛所設定好的這個L 那L設定完之後呢 再來我們讓它做一個導角 那這邊呢,我做的是底部的導角 做完之後呢,建立一個平面 那這個平面呢,是這裡 會設定它是L加5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運用這個地方呢 做一個螺旋線的掃除 那這邊呢,我們就先做出螺旋線出來 那這裡螺旋線呢,它的這個草圖呢 一樣是給它D 那或者是說,你要線呢 做參考圖源也都可以的 做完之後呢,我們就做出螺旋線出來 做完螺旋線之後呢,我們再給它一個數值 這邊一樣是L加5 那這裡呢,是0.8 0.8的呢,就是螺矩 那設定完之後呢,我們就給它一個斷面 那這個斷面呢,就先示意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邊就是用掃除除料呢 做出這個螺紋出來 那這裡呢,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是什麼 這裡呢,所設定的呢,就是這樣子 那這裡呢,是H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裡剛剛有設定的是H 以及說D1 這邊我們有設定的是 這個地方呢,是H除以4 以及說這個地方呢,是D1除以2,是半徑 那這裡呢,詳細的解說呢 在參數羅文篇都有說明 那這邊我就不探討 我們就第一步呢,先把這個螺紋做出來 先做到這裡囉 大家先去來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我們要運用多本體的技術呢 要做出這個螺紋的地方 首先呢,我們先做一個深藏的填料 那這裡記得,我們把合併結果不要打勾 這邊所使用的是多本體的技術 那你如果對於多本體的技術呢 還不是很熟悉的 你可以到多本體的技術篇 那邊都有詳細的說明 那這邊呢,我進入一個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所設定的是什麼呢 這裡外徑呢,是給他25 那這個值所設定的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數學室裡面 這裡呢,給他的就是D1 那D1輸入之後呢 就是我們要預設給他這個孔位的大小 是這樣子 那這個畫法呢,跟羅帽呢 是有點類似的 那我們做完之後呢 先做到這裡 記得呢,我們這兩個是沒有合併結果的 所以是兩個實體 做完之後,我們要做倒角 一個呢,我們先做外觀的倒角 那這邊呢,就留給各位嘗試他的尺寸 再來,我們再做第二個地方的倒角 這裡我要倒角的是這個地方 那這裡如果沒有辦法選到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呢 按下右鍵隱藏起來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邊線 那這邊呢,我只有倒一個地方 那這裡呢,在 玩具的認識度門篇有講解到 我們玩具呢,它是有方向性 有一邊呢,是有比較大的倒角 所以呢,我在這邊所建立的呢 就是倒角這一邊 而且讓它大一點 那做完之後呢,我再讓它顯示出來 做到這裡之後呢,我用 結合 那這邊使用的是多本體技術 那你如果不熟悉的可以去那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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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呢我們先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這邊呢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我們的草圖要怎麼設定它呢 那我進入編輯特徵讓各位知道一下 在這裡呢我在這個地方 圓芯的地方畫一個中心線的圓出來 那這裡呢畫一個圓 然後用環狀複製排列呢做三個 做完之後呢這邊的圓是沒有給它尺寸的 那這裡呢還會另外畫一個圓 那這個圓呢也是中心線 那這裡給它標註的是D1 那就是這個孔徑嘛 今天我想來一點古早味的三色昂骨粿 標註完之後呢 這三個圓一樣都等於是8mm的尺寸 那這裡呢我們再畫一條水平的中心線出來 那這邊呢它所結合的是這底下的圓 以及我們剛剛所標註的這個D1的尺寸 標註完之後呢 這邊給它一個尺寸等於2 那這邊等一下做出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只有2mm的一個牙 那這邊呢要當作玩具的底部的牙的地方呢 它才能夠去做公牙的動作 那這邊呢就是做完之後我們直接做除料 那除掉之後你可以給進至下一個面 或是完全貫穿都可以 那這裡呢其他的就是做一些倒角 那像這裡做一個倒角 那另一邊也是 那這邊就比較輕鬆 那留給各位嘗試它的尺寸 那再來呢我們要做一個旋轉除料 那這裡旋轉除料我們要做出的是一個半圓 像這樣子 那這邊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所給它的尺寸是什麼 那我們來進入這裡 這裡所做的是上機準面 那我們進入編輯特徵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呢畫兩條中心線出來 標註45度 那這裡呢畫一個圓 那這個圓呢跟這個外徑呢是重合的 然後畫一半 這裡標註的是5mm的尺寸 然後直接做旋轉除料呢 做出這樣一個外型出來 那這裡呢就是我們玩具在使用螺絲固定的時候呢 這個特徵 那一樣後面呢我們再做一些倒角 像這樣子把它做個倒角 那這邊尺寸一樣讓大家去設定它 做完倒角之後最後呢再做一些小細節的除料 那這邊呢一樣給各位看一下這個草圖 那這邊讓各位去嘗試它 這邊就是不一定是什麼樣的形式 你可以大概畫一下 畫個示意或者是你有實際的東西呢 拿來參考把它畫出來就可以了 好那這裡呢 基本上我們畫到這邊就完成了 那剩下的呢可能還是一些科制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或是你先畫這樣子 把這個檔案呢當做一個範本 那等一下呢就要來示範說 我們怎麼樣去用參數去更改它囉 那這邊呢先讓大家做到這裡 接下來呢要示範的是怎麼去更改尺寸 那這邊呢我們剛都建立完之後呢 這個檔案我們就可以拿來當範本 它就是屬於一個參數式繪圖的一個玩具的檔案 那這裡呢我們打開剛剛所設定的數學關係式 我們要更改呢只有兩個尺寸 現在呢是m5x0.8 那這裡假設我要讓它變成m6 那m6的話 那以公式出雅的話呢是1.0 這邊呢我把它設定1.0 做完之後呢我們這邊直接按確定 那基本上呢它就會自動的把它畫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到這裡呢它已經更改成m6了 那這邊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那我再更改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次我讓它大一點 現在呢把它更改成m10x1.5 我們來看一下等一下呢能不能成功呢 好讓它計算一下 好我們看到這一次就比較明顯了 好這個牙呢就變成m10x1.5 就是用這種形式做出來 其實是相當方便的 所以我們只需要畫一次呢 剩下的都用更改參數的方式呢 它就自動幫我們畫出來 好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囉 最後呢來總結一下關於參數的玩具篇 那這邊呢所建立的是一個數學式的連結 所以呢我們可以去更改數學式裡面的參數 然後軟體就會自動幫我們做出來 那這個做法呢其實是相當方便的 所以我們只需要畫一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玩具的檔案呢 變成是一個範本 所以未來我們如果想要做別的尺寸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更改裡面的參數 它就會變成我們想要的羅文了 好那做法其實它跟參數的羅文篇 參數羅帽篇都是一樣的 好那這裡唯一不一樣的地方呢 是我們要更改它的外型 好那這個呢外徑是屬於25mm的 那你如果有其他的尺寸 或者是有的玩具這裡呢 它可能是開5個洞或開4個洞的 這邊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呢 去做更改 好讓它可以真實一點 好以及說這個檔案呢 是要使用在3D列印 那列印完之後呢會來驗證這個羅雅 到底能不能去鎖附呢 好那這裡的話 那未來你如果想要這個檔案的話 我也會開放下載 那總共呢會有5個尺寸 比較常見的M5到M12 那這裡我們檔案要怎麼取得呢 未來你如果看到一個 玩具的測試的作品呢 你把影片點進去 好底下都會有下載的連結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取得這個檔案囉 那這裡呢我們需要注意的是 在列印的時候呢 好這邊都不要開支撐 我們不管是列印羅文 羅帽或是玩具都不要開支撐 因為這樣子的羅文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那這邊不用擔心 因為這邊的斜角呢 他都有辦法去把它堆疊出來的 這邊就放心 那這裡呢 我們使用的這個參數的繪圖呢 除了可以方便以外呢 我們用3D列印也可以來驗證一下 我們畫的羅文呢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那這樣子呢 用這種形式來學習 也是相當棒的一個方式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啦